好,现在我们来开始录制 这个 SPSS 及多变量统计分析的第二单元 我们称之为叙述统计分析 那基本上叙述统计分析 算是 SPS 软体或是 SPS 统计分析 以及多变量统计分析的一个 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 因为它可以透过一个基本的叙述统计量 像平均值、标准差、偏度、风度、动差相关叙述等等 包括正相关、负相关 来观察到底一个研究者对一个资料本身 他一个基本的样貌 当然以便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所以他算是一个基础分析 可以让我们很容易的 快速有效率的掌握住 你所收集到的资料本身 他所形成的 基本样貌跟特性 那基本上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可以考虑到 也就是说 资讯本身或是统计资讯本身 他就是在提供决策者 让整个资讯 非常 充分揭露 非常透明 非常客观的情况底下 让决策者 透过一个 像基本的统计分析 或者是所谓的 进一步的SPSS 或者是 多变量统计分析 做进一步的 分析 基本上结论性的研究可以分为 除了上面讲的虚讯统计 我们还有更进一步做 变数跟 变数之间因果性的一个分析 那因果性的分析 基本上是做一个推论 解释 甚至进步的预测等等 虚讯的统计分析会研究基本上是 做一个 描述性 概括性的 是初步判断的一个 探讨 所以 虚讯统计我们称为 Descriptive Research 那么 英国性能就称为 Cordial Research 我们刚刚下一个 那虚讯性研究或虚讯统计分析 基本上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在 透过描述一个问题的基本的特性 或者是衡量 评估啊 或者法律学院在这样评价 或者是某些相关群体 或者是对象 比如像 特定的顾客群啊 或者是销售人员啊 或者某一个 地区的市场啊 某一个特定的组织啊 等等 的一个组成的基本的特性 那决策人员也是研究人想要了解 上市有关 顾客啦 销售啦 市场的 地区啊等等 他的年龄啊 性别啊 教育程度 地区 好 那 比如说 透过基本的 虚信统计的一个标准 比如他 顾客的 这个 年龄层啊 性别的差异啊 教育程度啊 跟地区 特性等等 会有地域 反映出来的特质 不同而不同 这个很重要 所以基本上 虚信统计分析是在描述 某些你想要研究 或在探讨 或是关心的 特定群体的一些 基本的 特征 比如说 刚刚讲过的 不同的年龄层 会有不同的 特性啊 消费啦 等等 忠诚度啊 价值观啊 消费习惯啊 等等 不同性别 会有不同的 需求啦 等等 那不同的教育程度 基本上也会反映出来 特定的 这种 教育的 不同 对事情的看法啦 对服务的购买啦 对这个 产品的这个需求等等 那你透过进一步的分析就可以 比较能够清楚 客观 有效的掌握 你的 所面对的顾客群 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一个 状态 好 那基本上我们看看 估计 特定母体中有某些相同行为的群体 我们就可以 用有效率的 不同的方式 来 来这个 来凝定这个他们相对应的这个销售啊 各方面的策略等等 好 那么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面对的 母体往往是不可置的 可是 我们总 希望说 因地制宜啊 或是按照不同的这个策略群 或是顾客群 给它客制化的一个销略啊 行销的这个 组合啊等等 透过这个 试别 试办公别的方式 达到我们 一个企业 公司销售目的 那进一步呢可以 透过这个虚讯性的探讨 特定的一个预测 比如一个年度的销量啊 或者是 相关这个 经营政策的 制定啊 或者是说 人员的雇用啊 又代表训练啊 等等 那基本上 讯息统计可以按照你 你手边 收集到的这个data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 横断面跟 重断面 那到底 同学第一次接触到 所以横断面的资料 是什么呢 那重断面的资料又是什么呢 简单来讲 横断面的资料 指的是 你在某一个时间点 所做的这个市场的 试调 的这个分析 的一个研究 那当然它的确定就是 没办法见网之来 因为它的data就是一个 即时 意识点的 意识性的资料 那重断面基本上就是 它整个剖面是有 见网之来 从以前到 现在 可能就是 按照不同的这个 frequency 不同的这个 秩序 有不同的这个 这个 研究 呈现出来 好 所以它可以是一个比较 重断面 研究 比较是一个 长期的观察 长期观察 那横断面可能是一个 即时 一时限的 即时的一个观 当然 各有它的这个重要跟这个要探讨的问题点 还有它的这个 优缺点 我们 那当然它涉及到的 成本 中断面的data 比较多 所以涉及到的成本 比较高 时间也比较长 那横断面基本上就比较 短 时间就一刹 或者说 一个礼拜 一个小时 这样 所以基本上它是 比较容易做得到 成本也比较 比较低 所以我们再借由这张图表来看一下 那基本上 虚心研究 除了刚刚 按照data不同的这个特性 不同的这个 种类 重断面 不同时间点 横量 或是 这个刚好一个时间点 横断面研究 那基本上 横断面刚刚讲 它是属于 意识性的 那它的data来源 基本上是透过 这个样本的这个调查 问卷的方式 那重断面 那其实它的样本 来自于这个既有的data base 比如说 像股票啦 有这个 台湾ECJ 台湾经济 资料库 这些特定的资料库 那也可以透过政府机关 台湾政政教育所 行政主席处 或者证券 金融证券管理人会 取得 这个历史的资料 所以我们这个架构本身 基础仓 引注 它是属于社区 的marketing research 好 那么 中断面研究相对于 横断面的这个有缺点 那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可以做 应用在这个品牌的转换分析 可以获得这个多时点 多时段的这个资讯 那再来就是 比如像这个 很断面的引用的 历史层面 基本上像是这个 架毁的这个 灵电啊 变动的一个观察 就是 包装啊 或者是广告的 改变啊 等等 那基本上可以 获得一个比较 深入的一个 资讯的 这个探讨 要取的 那么当然在 结果论来讲 它结果比较正确 比较正确 那么 可以相对的 这样 降低这个 互动的误差 互动的误差 好 所以这个是相对于 横断面 这种断面所 带给我们 呈现给我们的一个 优点 所以 那 可是 它也不是 全然没有缺点 以中断面的 探讨来讲 那么 那 重断面可能就是 它可能是某一个 专属的 产业啊 某一个标准啊 某一个市场 所以 比较多笔的资料 很多笔 数百笔 上千笔 上万笔的可能 所以 样本就没办法多元 所以 相对 使得它的代表性 会比较不足 那再来就是会有可能 资约性的偏差 提供不实的答案 然后再提供这个正确答案等等 那么 因为学习导致态度的强化 增进这个 答案的正确性 或所谓的这个 冻结效果 freezing effect 所以 可能来自于 不实答案的提供 或者是 态度的 学习态度 所导致的这个 增强 自己学习 用加强它 主观对答案的一个提供 但是主观基本上就是 不是很客观不好 那就会有所谓的这个 制约性的这个偏误 成为conditioning bias 所以大部分就来自于这个主观的因素是 那第三个 缺点就很短面相对 这个状态面相对的很短面来讲 就是 发生反应的这个偏误 在取得上 在问题的反应上 资讯的提供上的这个偏误 那再来就是 在序列上会有偏误 sequence bias 序列上会有偏误 比如说 不同的sequence 从秒 分 到 小时 等等 会发现是有不同的偏误 那再来就是 因为它不同的特性 比如记有记的这个偏误 等等 那再来就是 它成本就是过高 刚刚讲的 它时间长 然后它比较多 所以在收集上的 成本耗费就比较 要有相当的预算 它时间上也要够 才有办法做这方面 中短面的这个探讨 那相对于这个 中短面 很短面就是 会有 理下两个特性 那提供 相当变在某一个时间点的这个 快速的掌握 或者是快速的这个 描述啊等等 那选择的样本单位是有计划的这个 聚力抽样的方法 那样本调查 都可以搭配啦 搭配实验设计啊 或者说这个 抽样方法 所以当然这两个都是 另外一个领域 光是实验设计的这种方法 就可以开 一学习一课 所以他的 他的目的是 透过这个 有计划的这个 有效率的这个抽样 他希望能够 完全 掌握 代表一致的这个目的 通常目的是 不容易去 去探究 当然我们是要 还是要想方设法 想方设 探究出来 就是样本的调查 那基本上就是 他是比较 浮面 一时表面的 所以他因为 他具有广度的优势 那相对的就是 会牺牲掉 深度的这个提供 特质 所以他需要 投入这个 样本的时候 调查 试掉也是不容易 那基本上他也是需要 不少的时间跟 金钱的投入 当然 刚刚讲 要好的 相关技术 比如说 你一份问卷做出来 可能 假作出来 他可能 他的这个 试调啊 样本的规划啦 或者收集啊 询问啊 面谈的这个 技术比较好 所以他的结果就比较 准确 放上这种 接近 真相 所以 如果你没有经验呢 或是你相关这个 测试调查的训练不足 不够投入 不够仔细 所以 因为 收集到 data 可能就会有 偏误 浑南海的位置 那这下是我们探讨上英国性的研究 那这种研究主要是探讨 不同问题 这个变数指的是不同的问题 或是不同的 这个现象之间 所以英国性研究就是 某一个现象他的发生 会不会使得 或者致死 其他的变相 会有这个正向的这个变化 相反 负向的变化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虚实性研究你 某个产品在 某地区啊 很多地区的消费量 我们不知道他原因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利用英国 关系来做进一步的这个探讨 找出为什么 在 各个 不同地区别 的消费量 会有不同 那主要的 别有原因是 什么 那 如果有办法探讨出来 公司本身 就可以做进一步的这个 釐清 做进一步的釐清 那基本上可以找出 影响 各地区的消费量 不同的原因 比如像 气候 或者是 个人所得 个人所得 比如说 比较暖的地区 当然比较 这种 温室效应 气温高的产品 服务 机械 设备 还是比较寒 比较瘦 市场的 那你不可能把这个 能积极卖到 所谓的 寒带地区 高维度的地区 那你也不可能把这个 暖气机卖到 比如说是非洲 热带地区 应该是 消息量是 很差的 所以 我们就观察 一个地区 它不同的消费量 我们要进一步去探讨 它背后影响的因素 形成因素 实施 那这样公司才可以做 准确的一个 判断 做进步 因因 政策的 调整 时间已经超过一半 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 基本上 研究设计的类型 就刚刚讲的 这个 执行 这个所谓的 探索性 跟 因果性之外 那当然就是 整个架櫃上 可以掌握这个图 就是说 我们在进行探索性研究 首先要确定 整个研究 的目的 你需要 哪些资料 来 support 来支撑 好 所以研究目的要明确 避免这个研究班天也不知道 你到底要做 哪一方面的谈谈 核心的这个价值 核心的目的 以及 资料 能把我相对来 支持你 那你确定的目的跟这个需要的资料之后 进步就需要去 透过量化的 像这种SPS 多量统计分析 或者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虚信统计分析 来做一些 基本的研究 那是不是要做个进一步的研究呢 我们就是 可能会 走到所谓的 结论性研究 如果 暂时还没走到结论性研究 那就是 透过这基本的 修信统计分析 来提出建议 提出建议 这样公司就 可以 很快速的 虽然 修信统计分析不见得不好 虽然它是简单 可是有时候 它的重量性是 不可忽视的 当然如果你经过进一步的这个研究 你探讨什么时候 需要 除了这个 叙数性统计分析 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结论性的研究的时候 那可能就要想 进一步的进行 它所谓的因果关系的 这个检定 那做这个因果关系检定 还是可以 做 修信的研究 实验性 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啦 不同的面向 但是 一般讲会有一个 对照组 然后有一个 控制组 这样子 所以控制那基本上不受我们实验条件的这个 变化 就是 没有任何外在的这个 影响因此项 就还是原来的初衷 没有 没有进一步去受 操弄 所以 也就是说 那基本上就是 控制组就是没有受到操弄 那说一个对照组 基本上就是 有受到操弄 那进一步操弄结果来跟 这个控制组 做一个比较 当然也有点把控制组变成是操弄组 但没关系也就是说 一个是原来没有受影响 也是有经过操弄的 做一个比较 好 那么时间快来到三分之二 好 所以在做研究 不论是虚心统计 是量化 结论性研究 或是碳虚心研究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要先去确定一下 这个要解决问题的相关的方法 然后把这个相关的程序 步骤做进一步 详细的分析 那接下来就是 把整体的架构 想理清 一些需要相关的这个资讯的这个内容 制造的内容 你怎么去取得 那进一步的收集的程序啊 包括时间 成本 人员的训练 时间掌握 好 那接下来 资料回来 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 把它 进一步 就是 变成所谓的探索性 跟研究性 所以 我们刚刚有强调 基本上没有 哪一个 总研究是觉得好 主要是 看了研究目的是什么 以及你的需求是什么 那在含 分量了 研究者本身 或是工事本身啊 或产业本身啊 它到底是 它想 打到这个目标跟目的 电 所以 基本上它是 所以研究本身 虽然是透过量化的工具 或是量化的技巧啦 方法 技术 还是 基本上要 针对的目的 那 目的的导向 是非常重要的 去区分 你要进行完成的 到底是 属于探索性的 不是探索性的研究 好 那探索性跟 点击性的研究 我们可以做一个区隔 首先 我们从这个研究目的的 不同来做个探讨 所以探索性它就比较是 广泛的 一般性的 希望能够 及时的 透过 非常有效的 一个资本的 探讨 获得相关情境的 一个初步的 掌握 那么结论性是比较有特定目的 所以它是协助 相关的 公司 选择行动的方案 它搭配 那再来就从 资料的需要性 这个 面向来看 探讯研究它是属于比较模糊的 它没有一个特定的 或是界定的 这个需要 广泛的 广泛的去收集 那结论性研究相对来讲 比较界定 比较特定 一个清晰的一个目的 跟方向 那资料来源本身就是 我们刚刚讲 探论性就没有明确去界定 那么可是 结论性呢 研究它有一个特殊研究目的 所以呢 它就要 明确的这个界定 那以资料搜集的表格来讲 因为探论性它是一般的 它没有明确去界定 面向 范围 所以它是一个开放性的表格 那结论性呢 它是有特定目的 所以它还是经过 明确界定 所以它的 资料搜集方式 和表格的设计 是结构性的 结构性基本上有时候是封闭的 或是经过 特别 视线的设计 等等 希望 透过这个特定的对象 这个 询问 添打 然后清楚 去提供 不要让这个问题就有所骗误 提供研究者本身 好 那基本上我们就乱到23分 继续往下看 那再来就是 样本本身 就探索性来讲 它是比较小 它比较小 可是结构性它是比较大 那上线研究它是比较属于 透过主观去选择 那希望能够产生最有用的一个见解 那结构研究它是比较能够 透过客观的方式 那希望能够推广 研究的这个 结论 发现到各个不同 的这个 需要的层面去 那这资料本身的 收集方面 探索性研究它是比较有弹性的 比较弹性 所以它就不会拘泥 受自己固定的程序 那相对来讲那个结构性研究它是比较僵硬的 因为它很明确被界定的这个程序要方法 所以 那在资料分析本身 它是比较非正式的 探索性研究 通常也是比较 非数量化的 可是结构性研究它相对来讲就是比较是正式的 它比较严谨 所以通常它是比较数量化的 比较多 所以基本上 探索性研究 我们是 它的结构是暂时性的 所以它推论是暂时性的 那么相对于结构性研究它就是比较 比较确定 比较独定 比较独定 所以这两个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 还剩大概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个讲词就要结束了 研究设计本身 我们进来推展开 所以探索性研究 就像协助研究中 发现问题 任性 样貌的情况 常常透过以下的方法 比如说 这个 我们研究的 刺激的设计 那是透过庄家 专家访谈的方式 不是历史 个案的分析 它是焦点团体 那焦点团体有不同的专家 不同的族群代表 所以我们叫做focus group interview 那基本上 其实focus的人 代表 都对这个问题充分的了解 都有充分的交换意见 劳力激荡 所提供的非量化 所谓质性的研究 也是 它的可看性 价值观 也是 不容忽视或小规 所以不要 太过去 侧重某一个量化 或是质性 探索性 或是结合性 那它的质性 个别的质性 都蛮大的 好 那淘导性研究基本上 它的气质是 刺激的资料 刚刚讲过来自于什么 政府机关 或者是产业 那政府机关就是 像 行政主机处 或是各个国家 财经部会 证券部会 地政单位 教育方面 商业 经济部 等等 这是政府机关 那当然有些区域机关 也有 很多资料 比如像 中研究院 或者是 中华研究院 等等 各种的大学 研究机构 还有产业组织 产业组织 那可能是工会 协会 等等 商业的研究机构 不动产 金融 证券 等等 或者是最直接的 公司内部的 档案 当然这个 就 有个限制 就是说 你像公司内部 档案的资料 取得 那是不是 公司本身有 商业机密的 一个 考量 不会轻易提供 刺激到商业机密的问题 没那么容易 所以你在做研究的时候 就可以 去 广泛的 收集 好 那套学研究基本上 我们可以透过所谓 庄家访问的方式 那专家意见时 非常包围 是透过 重要 资讯提供者的 技术 透过现在 很 及时 这个database的取得 那么对这个 研究主题 得到进一步的了解 人事 所以这个 在对象 受访对象的 是非常的 重要 不要太过主观 经过严密的一个 探讨 判点 所以专家选择 不适合用随机抽养 那基本是透过这个 专业的判断 综合的评估 所以现在是一个 透过一个 judge sampling的一个程序 访问方法也能 受 那样子的 受访者 畅首 预言为主 所以 不适合用 结构式的 问卷内容 或是个式 条件 把它 限制住 那这样就 可能 就会上市掉很多 重要的 内容 等等 好 接下来我们 剩下一分多钟 我们就看一下 他的限运就是 可以透过相类似案件的分析 所谓的个案分析 那个案分析也是很珍贵的 有人用重动面的方式去探讨个案也是不容易的 那做一个前后的对照 针对少数的案例 情境 进入这个 做一个深入详间的调查 谈谈 目的在对个案件的 因素间的相关性 要进行 了解 所以个案件的相关也进行了解 也是很重要 所以执行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看看就是 从整个情境 或实验研究中获得 而不是 仅仅是 来自某一个 或肉感的层面 所以 它是到整个情境里面去 而不是 筛选出 某一个特点的面向 这样很容易 偏谱 第二有点是说 它是 针对 一个真实的事件 或是情境的一个描述 那统计研究就是 真实情境的一个 抽象的一个概念的推论 这两个是 不一样 所以 那基本上它是 比较可以做到全面性的一个 推展跟推论 量化研究 量化研究 就比较 取几个面向 比较抽象的面向 等等 那又跟 受测者的相处时间比较长 可以 比较不会 一时的 一时的偏无 所以能够 获得可靠的 资料 好 那再来就是 所谓的个案的方法 那基本上就是 对 那针对 整个 情境做 详尽的 描述之外 那么 难以发展出 正式的 观察记录 那分析个案的时候呢 还是透过直觉跟主观 来做判断 所以呢 就会 留不客观的 这样的缺点出来 那通常样本没办法做到 很多啦 所以样本数比较少 或者拿自己主观的选择 所以呢 将个案的解来概念化 所以概化就 程度就比较高 所以概化叫做 一般化 那这个观念很重要 我们总是希望 就 不管是执行研究 老师虚实统计 虚实性研究 或是量化研究 希望得到的结论 能够普遍的 多多应用到 不同层次 不同面向 不同 对象上面去 那如果是 这样的想法 那就是 拓训研究 因为它样本是比较主观 比较少 所以它就冒着冒中程度 这个概化 有办法的 危险 等等 那交点团体基本上是一个深度的 集体访问 或者 具体的座谈 通常会有一个主持人 多个一个主题 集市管理 刚刚您讲过 那必须去 脑衣激荡 达到一个 询测 集市管理的效果 等等 那 交点团体法 可以为了下列目的 广泛 被采用 比如说它可以提供 数量性 检定的 这个假设 可以建立这个假设 作为 数量的 量化 基础 提供 这个 有助于设计 消费者问卷的相关 资讯 会提供产品 这个背景的 资料 等等 新产品形成的 相关印象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基本上 今天的 这个单元 虚信统计分析 就录直到这边 谢谢各位同学的 学习和联听 谢谢各位